大家好 有朋友说了饥饿使人长寿 饱食呢使人生病 问我这句话有道理吗 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要想长寿健康的话 一定不能吃的过饱 当然了也不能营养不良 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七八分饱 七八分饱呢就是让你每顿都要少一口 健康永远跟着走 这个少一口不是让你饥饿 不是说你每天饿的 饿的这个胃疼 饿的站不起来饿的没有劲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营养过剩了 我们有很多人吃饭 不是觉得你的能量够了 而是觉得你这个地方感觉到撑了叫饱 这个不对 我们的饱的标准是你的 整个机体的能量够了叫饱 而不是你感觉到这儿撑了 你今天这个这个程度你是撑了 明天就是这个程度你才能撑 所以你才叫饱 所以每次呢就是过饱 过饱的情况下呢 就容易导致我们的热量堆积 热量堆积之后就导致了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负担 那你胃也有负担呢 胃有了负担是不是消化功能就差了 那么你消化功能差了 你的循环功能也就不好了 所以说整个我们按照中医来讲的话 这五行心养什么呀 心是养脾的生脾的对吧 所以说肝是生心的 按照这个相生相克的这个理论来说的话 我们一定不能吃的太多 太多的话你胃气不降你肺气就不生 那你这个时候你整个胃上有了问题 你的肺相应的问题就有了 你肺有了问题 你肾就有问题的 肾有问题肝就有问题 肝有问题心就有问题 所以说相生相克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导致我们机体呢 就出现了疾病 特别是有很多人 已经有了慢病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一个代谢出现了问题 你代谢本身就不好 你还要每顿饭都吃的太多 就产生了自由剂 这个自由剂就是让你生病最主要的元凶 所以我们还是要每顿七八分饱 才能够让我们健康永住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